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解释一下背景 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一直在和大家分享《马河福音》 有没有印象? 如果没有 我已经讲了九章 《马河福音》我上次停的地方就是第九章的结束 就是刚刚到了一个段落 因为《马河福音》大概有一个分水嶺 就是第九章和第十章 在第九章中间一直到第九章尾 就是耶稣本来他工作的地方 就是一个叫加利利省份 就是在地图上的北边的地方 但是由九章中间开始 他就开始面向南边 向耶路撒冷 向犹大的城市叫耶路撒冷 来进发 目的就是他最后要上十字架 完成了整个救赎工作 所以第九章和第十章是一个主要的分水嶺 上次停的地方是第九章 我一路思想的时候 我上完整整个《马河福音》 所以接着由第十章开始和大家说 不是故意今天无故意说一个题目 并且我想想 如果圣经将他的教导放在这里 我们是尊重神的说话 就应该照须圣经的启示 一直跟大家分享神的说话 离婚 这个基督徒很敏感的题目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很容易 我们就觉得这个题目很重要 婚姻当然很重要 不过太敏感了 所以就不要说那么多 我估计我们很多时候 都用这个方法去处理 或者逃避的问题 实际上很多问题 在圣经里面 一早会教动我们 很多问题 可能跟现在这个社会的意见 社会整个文化的表达都不相同 因此我觉得更加需要 我们从神的说话上 看看上帝心意如何 离婚在香港 在周围各地 已经再不是一个很陌生的题目 其实我相信 大家所有弟兄姊妹 在你的朋友 甚至亲人里面 可能都在发生这些事情 重要的题目 不单止是发生在教外的事情 有很多的统计 特别美国的统计 其实基督徒 和非基督徒 现在特制的情况 离婚的比例 是差不多 可能比较少一些 但数字不是差太多 这个问题 更加是 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 重新看这个问题 在圣经里面 有多处经文 旧约 新约 都说到婚姻的意义 甚至直接说离婚的事 而且 这些说到离婚的事 是我们主耶稣自己教动我们的 我们听一段经文的背景 请大家习惯 回到圣经听读 去到不同的地方都鼓励 弟兄姊妹 听我讲到 什么都学不到 起码学到 听到要打开圣经 请你回到圣经 或者你今天提供的 一些经文的 箭章 你可以出来看 马可第10章 第一节 耶稣从那里起身 那里起身 那里起身 当然是接着上文 从上文所说的加伯龙 是加利利省份里面的一个城市 或者耶稣早期传道的地方 他开始来到南下犹大地方 但这里是约旦河外 约旦河的意思是在约旦河的东边 犹太人主要的城市在约旦河的南边 那地方大概叫比利亚的地方 在路加比较详尽的记载 耶稣由北边的加利利省份 南下到犹大耶稣的那段路程 路加比较详细的记载 这里很简单的一句大角 但无论如何 这里告诉我地理环境 他未真正入到所谓犹太人聚居的地方 但似乎那些人已经急不及待 有些人来听耶稣的教导 耶稣在他生平里面 如果要选一件事 选一个侍奉 他最多做的不是行神职 他最多做的不是其他侍奉的生活 最多做的就是教导真理 我再次提醒第一件事 教导事高 如果真的要选 当然教会不应该选 教会应该各方面都平衡 如果真的要选 教会最重要的是教导事高 换言之 对信徒来说 最重要的是来到教会的地方 有敬拜神 有商家 有全福音 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地方 就是学习神的真理 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敬拜的时间 在我们的诀学里面 我们抱着这个心 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更多 这个整个耶稣留下来的 就是给我们讲的 不单止一般的回众 当中的回众 有些叫法利塞人 大家知道 法利塞人是当时的宗教领袖 一班主要的宗教领袖 他们现在来问耶稣的问题 然后第二节最后来说 很清楚的就是 意思是要试探他 即是他问这个问题 不是真的想得到答案 他问这个问题 如果用广东话来说 就是想善下他 等他答错了之后 就让耶稣自焦麻烦 他问这个问题 问什么呢 他说人优妻 可以 不可以 如果我们今天的说话说 人可不可以离婚 上帝的子民可不可以离婚 到今时今日 2000年之后 经常都在基督教圈子里面 听到这个问题 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 优妻 在当时的背景 我要和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留意一下 是当时的犹太人当中的背景 犹太人里面 原来跟他一样 其实任何宗教 有些人以为天主教 回教没有分别 就是一样 任何宗教都有他的神学大师 都有他的前辈 犹太人里面的神学大师 叫拉比 即是一些律法师傅 原来当时有两个 或者历史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拉比 他们建立了两个school 两个派系 一个中文译造 叫做杀买 杀买 杀买是比较严谨的教派 他们认为很多法例都很严谨 其中关于婚姻的问题上很严谨 有些轻松一点的 或者我们叫做liberal 开放一点的 那个叫做欺利 欺利这个拉比和跟随者 可以开放一点的 为什么他们可以开放一点呢 他根据了一段经文 请我们翻开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或者和旁边的那个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生命纪二十四章 整个旧的圣经里面 轮到离婚的经文 差不多是第二年经文了 在摩西的领下 猶太人信用是根据 生命纪二十四章 那么整篇经文应该由第一截 来到第二到니ra 我们有一部分irese 道我们展示 二十四章第一节 多数都有圣经 生命音就例 � кан达二十四章 第一节 人若取妻,以后发现他有不合理的事,就可以写休书,叫他走了。 什么是不合理的事? 刚才我说过,杀买也看得很紧的,除了犯奸淫之外,不合理的事,除了这件事之外,没有其他原因。 但是希腊比较开放的拉比和跟随者说,不合理是所有的事。 当时在耶稣的时代里,犹太人游行,开放式的犹太人游行,包括了他觉得他煮的饭做得不满意, 有人开玩笑地说,包括了,譬如今早他看多事给你吃,看焦了,就是不合理的事。 包括什么呢?包括了,他对丈夫没有礼物,有个拉比真的这么说,如果对丈夫大声地说话,没有礼物可以休掉。 后来希腊的跟随者,还有一个拉比更彼補。 他说,如果丈夫后来发现,第二个女士比太太漂亮,也可以休妻。 这就是相当开放的态度。 现在犹太人,你回到马可第十章。 他们问,人休妻当时只是跟随上帝的百姓,可以不可以。 还有一个背景,你会知道为什么这句说话,成为了他们试探耶稣的一句说话。 即是说,耶稣无论怎样回答,也会死亡。 你知道犹太人,特别法律座人,很熟圣经,很熟律法,很熟背景。 所以他问这些问题,也相当尖锐。 差不多可以,他估计耶稣怎样回答,然后他答完之后,就自知麻烦。 你记得吗?一次问耶稣说,可不可以纳税给该撒? 记得,在后来的经文你见到,入到耶稣山的时候。 他不是真的想问这个问题。 他只是估计耶稣答了,不可以。 然后耶稣就会犯了当时政治上的问题。 同样在这里问这个问题,问休妻可不可以? 他不是真的想知道答案。 他只是想善耶稣而已。 为什么呢? 如果耶稣说,可以。 当然,犹太人里面保守势力的人,就非常不高兴了。 你教那些神的子民,竟然可以随便,好像希腊那样, 好像当时他们看不起这些开放式犹太人的想法。 但是,其实法律座人我估计,他们相信耶稣会回答,不可以。 因为耶稣一直教得一个很严谨的方法。 耶稣里面跟他们说,你听见旧约有人说, 你听见有解释旧约有人说,不要犯奸淫。 耶稣说,只要你老海当中出现淫练的思想,你就犯了奸淫。 给旧约的要求更高。 你听见,不要以恶报恶。 耶稣说,如果你恨人的时候,特意与杀一样。 所以耶稣一直建立一个非常崇高的宗教道德标准。 所以他大概预计到耶稣回答,可否是优妻呢? 耶稣的答案是什么呢? 他想着不可以。 如果耶稣回答不可以,他就麻烦了。 为什么呢? 回回那时候的背景。 在耶稣传道的时间,有一个先锋。 那个先锋叫《施仔若汉》。 我们估计是耶稣的肉身上的表哥。 施仔若汉大约大,耶稣半年左右而已。 施仔若汉怎么死的呢? 他传道很成功。 因为整个耶路撒冷的人,包括宗教领受, 都在外面领受他所进行的悔解释力。 但是最后施仔若汉这么受欢迎的传道人, 他是怎么死的呢? 他是给当时一个分封的王。 大家知道是分封的王的意思, 就是在罗马帝国里面分开了不同的地方。 如果用我们今天的信号来说, 就是那些差不多是分封的王。 就是分开了管治的地方里面的一个统治者。 这个叫希律王。 希律王将施仔若汉杀死。 原因呢? 为什么要杀他呢? 希律王本来很敬重他的施仔若汉。 但是为什么后来要把他弄死呢? 原来当时的罗马帝国, 不是犹太人, 罗马帝国里面是对婚姻像今天那样开放的。 很多离婚的情况。 包括什么呢? 包括犹太人不会, 但是罗马帝国里面的人会, 就是太太可以提出离婚的。 犹太人是不可以的, 你想想二千年前的社会, 太太可以提出离婚的。 希律王有个弟弟叫肥力, 肥力的太太叫希罗底。 提出和肥力离婚, 很大胆。 离婚之后, 原因是为何提出离婚呢? 因为他想嫁给他的叔叔, 嫁给希律王。 即是说, 希律王抢了他的弟弟的太太。 这件很明显, 无论是古今中外都见到, 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 所以施西汉提出说, 这件事是错的, 是得罪神得罪人的。 结果如何呢? 希罗底最后设计, 将他杀死, 施西汉就死了。 简单来说, 耶稣传道先锋, 施西汉的死, 是因为批评当时的统治者, 他们婚姻, 离婚的情况。 所以现在问耶稣, 可不可以离婚? 当初问他。 如果耶稣说, 不可以, 这些伯律长很高兴。 其实他可能也觉得不可以, 不过不是我八后说, 是你说的。 当你说了之后, 你就麻烦了。 这个消息会传到欺律, 你是不是想报他后尘呢? 简单说, 发尼卓人想借刀杀人, 希望耶稣犯了这个问题。 但原来在犹太人当中, 他们当时的拉比对话, 有种形式, 就是你问一句, 我反问你。 耶稣用当时犹太人习惯的方法和他讨论, 你觉得怎样呢? 大家留意耶稣的说话怎么说的。 第三节, 马可第十章第三节, 耶稣回答说, 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呢? 你看到, 当这帮发尼卓人问耶稣的时间, 可不可以离婚? 但耶稣将这个问题带回去, 究竟旧约圣经, 圣经怎样说的? 耶稣没有取消过旧约圣经, 旧约圣经是神的说话, 神的说话不能被取消。 所以耶稣这个时候说, 旧约圣经怎样说的? 我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当我们婚姻也好, 我们道德的问题也好, 我们日常生活也好, 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 究竟圣经怎样说的? 我们很容易立刻会, 随着一个时代, 随着我们个人喜好, 随着环境的需要, 甚至随着那件事, 本身做完之后有什么后果, 成为我们决定的因素, 是吗? 会不会? 我经常跟基督徒说, 有很简单的问题, 不如我们试一试吧? 我现在试一试, 你用举手表示一下, 有几多人, 你十分十分清楚, 你是基督徒好, 甚至是对你教会也好, 你未信主也好, 我都会知道的, 有几多人认为, 基督徒是不应该说大话的, 根据你所理解的, 基督徒是不应该说大话的, 请你来举手, 你知道这件事请他举手, 有几多人说, 有几多人不应该说大话的, 很少人不应该说大话的, 好, 希望也有, 所以我外母曾经说了我, 他们说, 这些基督徒是不只偷吃的, 我又不吃的, 不知道你能不能吃, 我又不吃的, 我不知道这句话 如何形容一些诚实的人, 好, 但我问你第二个问题, 请你来举手表示, 有几多人说, 不要说太远了, 说今年, 2013年, 2013年1月1日到现在, 8月11日, 这8个月左右, 这个时间里面, 他说, 我靠主任典, 在过去这8个月, 没有说大话的请举手, 包括对太太, 对丈夫, 没有说大话的请举手, 不用客气, 不要客气, 我想做一个比较准确的统计, 你觉得我靠主任典, 没有说大话的请举手, 我只是很遥远地看到一只小手, 原来很多都是大话声, 你看到吗? 我知道不应该说大话, 不过我没办法, 我在那个环境里面, 没有办法, 我说了之后有后果, 我说了有些人骂, 我说了之后, 可能会有些不便的地方, 即是说, 你决定最后的标准, 是我觉得方不方便, 耶稣带过方向就是说, 他不是说什么情况之下可以讨论, 他不是说这件事, 他说圣经怎样说, 兄姐妹, 特别我们做了教徒之后, 我请我们真是很深的思想的问题, 我们行事为人, 是否根据圣经所说, 然后做决定呢? 就是就着我方便, 我不想面对后果, 所以我用回我不信耶稣的时候的方法, 如果这样的话, 难怪我们信耶稣之后, 都是好像禁地游泳一样, 没有什么掌重, 我们常常问, 究竟圣经是怎样说的? 今天在我写神学的过程里面, 我都是这样问, 很多神学家提出很有理由, 很有吸引力的理论, 是非常好的, 不过, 很多时候我发现一件事就是, 最后, 说完之后, 好像没有什么圣经的支持, 都是说完之后, 神学家本身已经有的前撤, 跟我们的记录图一样, 如果最后我们做的决定, 是因为这样做不太好, 我不是说这些问题, 后果不需要考虑, 我们需要考虑, 不过, 那不是我们最终考虑的因素, 我们最终考虑就是, 圣经怎样说, 在这里我不再发挥了, 因为今天有正餐, 我今天请了一些年轻人, 帮我唱诗歌, 所以我不想再说, 我说过很多次, 在我人生里面都经过这个历程, 好像没有办法一定要说大话, 在神面前绝对不会说, 没有办法所以会说大话, 神总有他的方法, 叫你执行的说话, 又见到自己神的作为, 相反来说, 你用你自己的方法, 不照神的方法, 最后可能你会得到少的便宜, 眼前的利益, 不过, 你见不到上帝作为, 接着, 经文发展下去, 当耶稣问他的时间, 第四节, 他们说, 摩西说, 生命极, 许人写了优书之后, 变成优弃。 换言之, 他们说, 其实可以的, 主耶稣说, 其实可以的, 因为摩西说, 写了优书, 就可以离开了, 生命极24章是这样写的, 但你见到, 其实, 犹太人好, 法利畅人好, 我们基督徒今天也好, 你差不多可以找到圣经里面, 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你知道我说什么? 如果你想做的事情, 接着, 你可以找到圣经支持你, 做事是对的, 即是, 我们说要用用圣经, 但用用圣经的动机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 你可以用圣经, 支持你本身有的私欲, 你想做的事情。 我举个例子, 好吗? 譬如说, 我可以用圣经, 证明包以拉, 合神心意, 可以吗? 你猜吗? 我举个例子, 阿巴拉罕, 是不是神所赐福? 是吗? 神赐福是旧弱的阿巴拉罕, 跟着, 阿巴拉罕有两个太太, 所有结论是什么呢? 神赐福阿巴拉罕, 或神赐福有两个太太阿巴拉罕, 因此, 如果你给神赐福的话, 如何? 就学阿巴拉罕, 这是歪理, 这是歪理。 我举个例子, 我可以从圣经证明, 我们不用读书, 是吗? 所罗门说, 什么都是虚控的, 然后, 最后说, 读书多, 身体疲倦, 读书多, 没有穷尽, 所以, 不要读书, 不要写书, 因此, 你会考不得, 不要, 不关我, 我最不抵得, 就是年轻人不读书, 我很不抵得, 我今早跟他们再说, 我们的年代, 很想读, 但没什么机会读, 年轻人的年代, 你们有很多机会, 但不珍惜, 但不珍惜, 我圣经根据, 但在《传导师》第十二章说的, 读书多, 身体疲倦, 前面有一句话, 这本书总义就是叫你们敬畏上帝, 如果你不敬畏上帝, 你读书多也没用, 他不是叫你不读书, 不读书, 不读书, 为什么要写《传导书》? 《传导书》是一本书, 这本书肯定不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 当你抽一句话, 《传导书》第十四章说, 我写了一句休书, 就可以休妻了, 你就以为这样, 很逼, 这是圣经教的, 你说要用圣经, 我用圣经, 但是, 这样用圣经, 只会招致神的愤怒, 招致人的伤害, 耶稣接着说, 他回答他说, 摩西因为他们心囊, 他们心里已经有主见, 已经决定了, 我什么都不想, 所以, 在《生命记》这个《律法》的教导里, 容许他们可以写休书, 免得罪恶, 免得伤害更加大。 然后呢, 第六节, 如果不是这样用圣经, 怎样用圣经呢? 我和大家突然间说, 当你说, 我去找圣经, 去看看我做的事, 对不对的事, 我请你记得这个原则, 那原则就不是你找了几个字出来, 有圣经支持, 那原则是什么呢? 那原则就是耶稣所说的, 就是, 但起初, 神的心意是这样。 你问这个问题的时间, 你用圣经的时候, 你问, 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上帝容许摩西他写这个, 叫犹太人起休书的时间, 那心意是什么呢? 是免得伤害更大。 但你出来问, 可不可以优妻?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问, 优妻是好不好啊? 就不是说我做了什么, 所以避开了的要求, 达至到我去优妻的肆虑。 你在利用圣经里的字眼, 去达成你本来要有的目的。 耶稣说, 本来神的心意, 从起初的时间, 从创造的时候, 神是做男, 做女, 我说得正确一点, 是做一男, 一女。 在马拉基书里面有一个很生动的描写, 你以为上帝没有能力, 可以做很多的夏娃给亚当吗? 上帝有能力可以做很多, 不过上帝只是为亚当预备一个的夏娃。 上帝本来设计家庭, 是一男一女, 并且是一生一世。 所以我们很难糾同, 现在整个社会的现象, 觉得同性恋是可以的。 我很强调的是, 基督徒, 提醒我们自己, 不要歧视, 不要取笑, 不要诋毁同性恋者。 我们可以尊重每一个人, 他是上帝有神形象的人。 不过, 如果同性恋的行为, 甚至同性恋成为正常婚姻的话, 这个肯定违反圣经的教导, 在这方面, 我没有妥协的预理。 所以我们要分清楚来说, 如果要尊重同性恋者, 我们应该学习一下。 但是, 如果要变成了个 norm, 变成了婚姻部分, 变成了正常婚姻的话, 我想这是一个灾难, 对两个人, 特别对他们的下一代, 带成了很大的灾难。 这方面, 我不用再多说。 神的心意, 是做一男一女, 将有家庭的生活中。 第七节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与人成为一切。 这里, 或者我们留下, 星期六, 有个婚礼, 我们再看这段经文。 但是, 朱耶稣所说的就是,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哪时也看了? 我请大家留意第九节, 我一起读一次, 马可第十章, 第九节, 请一起读出。 我首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分开? 刚才所说的优妻, 优妻的意思是, 叫她走。 Let her go, 叫她走。 但是, 第九节所说的, 神所说的, 人不可分开。 分开的意思是, 你不要在二人结为一体之后, 中间放任何的东西。 所以你可否包现? 可不可以有分外情? 在他们两个人, 在神的面前结合之后, 你不可以在中间放任何的东西下去, 因为在神的面前, 他成为一体, 在心灵上, 在身体上, 成为一体。 你不可以在中间放任何的东西, 令他们不可以结合。 这个人, 包括了他的子本人, 包括了其他人。 接着说, 是神所配合的。 这里说什么? 这里没有特别说, 某一个敬畏上帝的仆人, 某一个传道人, 他们不可以分开, 因为是神所配合的。 这里说所有的婚姻, 是神所配合的, 人不可以在中间放任何东西。 特别是我们已婚的兄姐妹, 我想请问你, 你不用拒线, 我请你不要拒线, 我这样拒线之后很麻烦。 在你婚姻路上, 有没有试过想离婚? 有没有试过觉得, 我真的忍不住, 我支持你不住? 有没有试过, 如果不结婚就更好? 当你这样想的时间, 我想起刚才的情况, 很多人的决定, 最后都是基于厌放, 基于后果, 基于个人的喜好, 所以他做决定, 说谈话是如是, 婚姻也是如是。 最后他没有问, 究竟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正经说, 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有没有想过, 原来配偶在上帝大令之下, 是对你度身订造的一个终身伴侣? 所以今晚你躺在床上, 看看对方, 这个是上帝为你预备精心结作, 虽然是顶心顶肺, 但是相当之配合, 不是他, 我不会弄成这样, 不是他, 我不会那么成功, 不是他, 我不会生命那么多反省, 不是他, 我不知道原来我里面那么大脾气, 所以今晚睡觉之前, 你看看对方, 很感谢神, 神所配合的, 我们不能分开。 对未婚的顶节, 我都想跟你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么大胆, 有些十多岁, 有些十多岁, 书都未读完就可以发脱, 我也是很大胆, 我也是很大胆, 你想着对他一生一世才好, 你不要几个月就换下画, 因为你在说, 是神所配合的, 人不可分开, 不是说我喜欢, 或者我有需要, 或者我觉得他对我好, 我今早前跟我说过, 我想很多年轻人最后决定, 拍不拍多个因素, 说得直接一点, 都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 那时候有一个冲动, 很正常的荷尔蒙都是神所赐, 你不冲动才会有问题, 但那不是我最终的衣柜, 最终是, 我知不知道是不是神所配合的, 如果你完全不从这个角度想, 就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想, 即是说, 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 你只是在做和不是基督徒, 是没有分自己的生活, 不错我们用圣经, 怎样用圣经呢? 耶稣用全面的圣经, 生命计划, 在优书可以优了他, 不过, 在创世纪里面, 当阿当夏娃的时间, 上帝的心意说, 两个人配合, 人不可以分开, 你夹在一起看, 是什么意思呢? 整本圣经怎么说呢? 整本圣经说, 婚姻本来是神所配合, 不应该分开, 但人堕落到一个地步, 要拒绝上帝的话, 上帝会由得他走, 免得带来更大的伤害。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 可不可以离婚, 问题是, 离婚好不好? 我答案肯定是, 如果遵行神的心意, 真是基督徒圣经, 也很有正确动机, 有什么后果, 有什么结果呢? 请我们再读第十一、 第十二节。 第十节说, 门徒去问耶稣, 师弟问耶稣, 究竟这样的教导背后, 有什么要他们留意呢? 十一、十二节请我们再读一次。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说, 休妻令娶, 这很明显自己是男的, 因为后面说姑父他妻子, 这个是男的, 如果他休妻之后, 再有一段婚姻, 这个是犯奸人。 然后第十二节说, 妻子若离弃丈夫, 令架, 也是犯奸人。 我想提出两点, 第一, 低十二节, 对犹太人来说, 不是对当时罗马帝国的人, 对犹太人来说, 是非常明显的一句说话。 因为整个旧约圣经, 和耶稣时代里面, 从来没有犹太人的女子可以提出离婚。 所有提出离婚的, 都是丈夫。 丈夫, 那些差的犹太人, 差不多当妻子是一个货品, 我不喜欢她, 或者我觉得不合心意, 我就可以休了她, 她痛苦是她的事。 在耶稣的论论里面说, 他说, 男的如果这样做, 同时加到第十二节说, 女的如果这样做, 妻子若离弃丈夫。 当然耶稣不是鼓励这样做, 不过你看到, 这里讲的就是, 耶稣将男女平等放在一起。 我记得听听听陈耀南教授, 一位教徒, 一位中国文化学者, 当他从中国文化角度说, 今天, 妻子在中国人的地位里面, 其实很多是来自西方的基督教。 受教育呢, 本来女性, 不是很久之前的时候, 大概百多年前, 中国的妻子不能受教育, 或者大部分不能受教育。 西教士开一些学校, 女性可以读书和男性一样。 扎脚的问题, 是另一种禁制的方法, 也是西方带来的。 妻子的地位, 在社会上, 在家庭上, 都是受着, 由耶稣如来的那种被提高的一种教导。 这里, 耶稣说, 妻子若离弃长夫。 换言之, 耶稣将这个太太, 这个妻子, 不再像当时看见那些货品那样, 或者一个负数, 或者像一等的人那样。 他说, 他是一个相当尊贵和男女, 在神面前一样的人。 换言之, 如果你能够遵守神的说话的话, 你带来的就是, 能够真真正正地尊重对方, 是一个尊贵。 你见到很多人制的冲突, 人制的困难, 包括婚姻, 包括拍拖的商学。 很多时候最后的底线是什么呢? 是我不尊重对方, 是上帝, 是一个创造的人。 我只是觉得他能够满足我, 我需要, 我想要, 我觉得他能够和我一起开心。 你不是尊重他一个上帝所创造的, 有血有肉, 有上帝形象的人。 因此, 婚姻, 当你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的话, 只会带来彼此的伤害。 第二方面, 圣经说, 如果你真的选择抛弃你的丈夫, 抛弃你的妻子的话, 这个是犯奸入, 是一个罪。 耶稣不单指说, 婚姻是神所赐的, 还将结果放下来, 你不要只是看自己的角度。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是得罪神的罪。 我将他正面地说, 如果我能够尊重上帝, 去过婚姻的生活, 去过其他道德的决定的生活, 我能够尊重人, 是一个尊贵的人, 我亦都能够敬畏上帝, 免得我们犯罪, 得罪我们的上帝。 请你记得, 在婚姻里面, 可能有些困难,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婚姻里面有没有困难, 一些很深的事, 很难跟人家说, 不过, 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我请你不要只是为了责任, 维持婚姻。 我请你不要只是为了子女, 如果我离开婚姻, 你怎样教我? 不要的。 甚至你不要因为我是基督徒的身份, 所以我不想不要想这些事情, 免得教他也不能回家。 他更高的理想就是, 是神将我们放在一起, 他一定是想赐福我们生命里面更加丰盛。 如果我能够遵照神的话, 我会更加尊重他, 亦能够更蒙上的赐福。 我总结一下, 怎样令到上帝, 是起源我们的婚姻生活。 怎样能够在道德的判断上, 我们作出决定。 我说, 你要根据圣经, 但是, 你不要用圣经来支持你想要的东西。 你是看神的心意, 怎样做个决定。 然后你照着神的心意, 你能够遵照神的心意, 你能够遵照神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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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知道神的心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